软玲玉 风华早逝的一代名领 民国时期电影业渐渐开始发展起来 当时二十岁年纪的影星软玲玉 正处于事业的高峰期 他接拍了包括 《闲花野草》和《神女》在内的多部电影 他从农村少女到舞女 妓女再到劳动工人 新女性全都演绎得唯妙唯肖 是个不折不扣的偶像实力派 稳坐当年影视圈一姐的宝座 但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在事业上无限风光的软玲玉 情感生活却并不怎么乐观 他青梅竹马的同居恋人张达民 是个适度成性的顽固子弟 整日游少好闲 生活上也极度依赖阮玲玉 但却又迟迟不肯和阮玲玉结婚 小哥 对于你这种自久而的潇洒行为 不觉得可耻吗 一次偶然的接会 阮玲玉玉认识了当时的茶叶大王唐济山 唐济山随即被阮玉玉吸引 立刻抛弃了现任情妇 国力全开地追求阮玉玉 在唐济山的百般呵护和巧识如黄的哄骗下 情感商无所寄托的阮玲玉选择了离开张达民 投入唐济山的怀抱 谁知无耻的张达民却提出了要分手费 卧了个糟 真是男人中的极品呢 阮玲玉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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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软玲玉跟唐继山同居不久以后 唐继山的真面目却慢慢显露了出来 她不愿和自己乡下妻子离婚 还被着软玲玉和别的女人勾搭 得知真相的软玲玉十分伤心 却又不敢揭穿唐继山 在拍摄影片《新女性》时 感情上无依无靠的软玲玉 与蔡兴导演暗生情愫 但《新女性》也因此成为了 软玲玉的最后一部作品 由于《新女性》涉及的话题敏感 触及了各方神经 于是对主演软玲玉的各种流言蜚语 也随之沉香而起 此时穷困潦倒的前男友张达民 受人指使 状告软玲玉和唐继山是肩夫淫妇 还表示软玲玉对她是屎乱中气 我的个操 真是人之间走敌呀 一时间舆论压力以排山倒海之势 压迫着本就脆弱的软玲玉 而此时的唐继山 非但没有寄予软玲以安慰 而是对软玲玉杂气动手 无奈的软玲玉 却向蔡导提出私奔 但同样软弱的蔡导 用男人惯用的借口 围续了软玲玉 于是 在遇见了三个不同程度的渣男之后 内心无所依靠的软玲玉 在舆论的压力下 选择了了结自己25岁的生命 关注微信 快看电影36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吧了